正如法师,忍辱不是懦夫,端正者从忍辱中来。 小伙子要去省外读大学,爷爷奶奶就千主赴万交代,出外一定要忍让。 觉得忍可以保平安。 忍,是中华传统美德,是菩萨修行的六大法门之一。 忍,忍,一定要忍。 许多人认为,这是很消极。 是懦夫,是助长坏人更嚣张。 佛教中也讲勇猛,破恶,降魔,也有全副武装的四大金刚,但是,还是要宣讲忍的意义,宣扬非暴力精神,提倡以德报怨的思想,尽量以教育,感化为方便,不忍伤害众生。 更认为人是一种智慧,是降者的修为,不是懦夫。 破恶,降魔,这好比汽车的油门,相当于汽车的动力系统。 汽车光有动力系统是不行的,还必需要有刹车的制动系统。 忍辱,忍让,这就是刹车,就是制动系统。 佛法,也好比一步车,有动力系统,也有制动系统,佛法的言语叫圆融无碍。 这里讲制动系统,不要以为佛法就不讲动力系统。 忍也好,勇猛也好,都是利益众生而言。 忍对众生有利,那就要忍。 勇猛对众生有益,那就勇猛。 问题是,什么时候该忍,什么情况下要勇猛,一般凡夫是很难拿捏, 没有这个判断能力,唯有诸佛菩萨才能运用自如。 为何要忍? 在佛看来,一切众生都是兄弟姐妹,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, 都是未来诸佛,都是一家人,所以,大家要彼此忍让。 好比一个家庭,父母总希望兄弟姐妹们互相忍让,和睦相助。 比如,一个村庄,上千户人家都姓黄, 黄祖先荡然希望子孙们相互谦让,和顺快乐。 也好比一个国家,总统也希望国民相忍为国,不可能鼓励大家以牙孩牙,天天来打架。 站的高度不同,说的话也有不同。 忍,不是要你忍,叫他就不要忍,而是要大家都要忍,每个人都要羞忍辱波罗蜜,全家人都要忍。 忍是对所有的人讲的,不是专门对你讲的,这是宣扬忍的真实意义。 忍,忍耐,每个人都要学习忍耐,在学习和工作当中,都要有忍耐精神。 忍,忍让,在家庭在公司,大家都需要学习吧。 忍,也是一种包容,为人处事,每个人都要有包容的胸怀。 忍,就是淡定,沉得住气,不要冲动,不要暴躁,要控管好自己的情绪,这个也很重要。 忍,也是手法。 比如,见到他人的钞票,你不能去抢,要忍住。 见绿灯开车,现红灯停车,这个也要忍。 忍,忍财色明实睡,以及看电视,玩微信,追明星,讲美食,征书营,发牢骚,看不惯,喝酒抽烟等等都要有节制,不能太放任,不可玩物丧志。 古代用战争来抒发情感,现在用和平的游行方式来提出诉求,这就是忍。 古代用流血冲突来解决争端,现在用开会来化解分歧,这就是忍。 将来的社会是越来越忍,社会也就越来越文明。 在文明的社会,忍辱不再是懦夫,不再是助长坏人更胡来。 而是一种修养,一种文明的表现,能消弥敌意恶化的座位,是和邪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色彩。 我们凡夫俗子的忍辱,是比较勉强,其中甚至非常痛苦。 菩萨忍辱,是心甘情愿,非常自然,充满喜悦,就像弥勒菩萨的塑像,忍辱包容,开怀大笑。 反顾集中讲到,端正者忍辱中来。 为什么他的相貌这般端正美丽? 原来是修忍辱中来。 想,相貌漂亮的朋友,一定要修学忍辱,忍辱是最好的美容。 歌颂他的容貌,是那样的美丽,端庄与高贵。 佛在《仪教经》中说,能行忍者,乃可名为有利大人。 能忍者,是降者,是满满自信的身世。